用全新camere提升您的日常生活 您的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白宫表示拜登无意跟野门开战 促不再停止袭击 刘建超与布林肯会谈 台湾问题成焦点 爱欧瓦州暴风雪 不要影响美大选首场初选 各位好 欢迎收看2024年1月12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顾爱妮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与英国空袭野门胡塞武装后 美国总统拜登13号形容 胡塞武装是恐怖组织 白宫12号则表示 美国无意在野门掀起一场战争 只是希望胡塞武装停止在鸿海的挑衅行为 即美国总统拜登11号下令 对野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后 白宫12号称 仍然在进行战斗损伤评估 了解袭击行动对胡塞武装造成的实际伤害 此次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 而不是在野门掀起一场战争 对于有两党国会议员批评拜登绕过美国国会发动袭击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条对战争授权的规定 对此白宫表示有信心 拜登有权发动袭击 因为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 美国总统有权指挥使用军事力量 保护国家免受攻击 以及保护重要的国家利益 在美英联军发动袭击之后 外界普遍担忧 中东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剧 对于胡塞武装可能采取报复行动 白宫表示正确的选择是停止鲁莽的攻击 拜登也将会保留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 一旦美军和美国资产以及人员受到威胁 拜登将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2号上午 在华盛顿与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面 西代一众美方官员在美国国务院 与刘建超的中方官员会面 并且在会谈前先接受媒体的拍照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出的官方日程 两人会晤为时一个小时 在此之前刘建超已经与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分纳会面 为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两人在会晤中讨论台海和南海紧张局势 中方对于台湾选举及接下来 可能进入敏感时期表达一如既往的关切 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初选将于15号 在爱欧瓦州举行 美国媒体指前总统特朗普 即使在当地共和党初选获胜 他的对手前驻联合国代表黑利也并不惊慌 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依旧领先 黑利已将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甩在身后 位列第二 另一方面 爱欧瓦州正遭遇了暴风雪 可能会对即将举行的初选活动造成影响 2024首个总统初选在爱欧瓦州举行在一起 举起当地正遭遇罕见的威胁生命的暴风雪 从12到13号 爱欧瓦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暴风雪的情报真相 积雪厚度超过25厘米 同时遭遇64公里每小时的震风 污染几天将迎来零下28度的超低温 任何在世外的人都有生命的危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说法 在距离2024总统初选不到三天的时间里 这场暴风雪将对初选造成严重的破坏 而目前前总统特朗普在当地的团队称 所有竞选活动处在暂停的状态 而另一候选人黑利已经取消了 周五当天所有的亲自出席的活动改为线上进行 而据近日美国等多家媒体援引黑利竞选团队的说法 他在民调中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超过30个百分点 黑利的团队正在为15号晚在州党团会议的结果降低期望 并在接下来与特朗普在新汉布什尔州的角逐做好准备 并指首个初选获胜的人通常不会是最终获得提名的人 而另一个候选人德桑蒂斯并没有把焦点完全放在特朗普身上 他一直试图拖住黑利来改变竞争的形势 德桑蒂斯尽管得到了爱尔瓦州的州长雷洛茨 和爱尔瓦州福音领袖等人的支持 并访问了当地99个县 但在周四公布的一线来自萨福克大学的民调显示 在可能参加爱尔瓦州党团会议的人当中 有54%的人支持特朗普 德桑蒂斯原落后于黑利的20% 仅拿到13%的支持率 光华卫视 杨平俊 李战青 我现在报道 如果是完全放在 香港 当日報告过后ho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刚熙 回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来自今天美国各地的简讯 周五由于大型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带来暴风雪 洪水和龙卷风等恶劣天气 其中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受灾最为严重 从内布拉斯加州到威斯康星州的六个州份都收到了暴风雪警告 其中包括爱荷华州的德梅因和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等主要城市 恶劣天气还影响了伊利诺伊州的道路和航空交通状况 受冰雪影响 周五当天全美超过1900个航班被取消 其中芝加哥两大机场取消的航班数量最多 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向从华盛顿到德克萨斯州的17个州发布了风寒警报 周五根据美国司法部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的文件 司法部指控德州国民警卫队阻止联邦边境巡逻人员 进入边境城镇伊格尔帕斯的一个公共区域巡逻 此前拜登政府请求高等法院批准边境巡逻队 拆除美墨边境上29英里长的铁丝网 司法部称各州不能限制联邦官员履行职责 且联邦官员对边境地区的移民政策和执法行动负有主要责任 此外 由于铁丝网的危险性以及联邦执法机构的权限 在诉讼进行期间 下级法院针对驱逐发出的禁令没有依据 对此 州政府则表示 拆除铁丝网驳斥了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政策的初衷 目前最高法院尚未透露何时会处理此事 有关特朗普民事欺诈一案 法官恩格隆周四宣布 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对此案作出裁决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此前指控特朗普在其财务状况声明中 夸大资产以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 从而赚取了数亿美元 而在周四的审判中 特朗普在结案陈词时 承认自己在个人财务状况声明中犯了错误 而这项认罪可能会影响法官的最终审判结果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已表明他们计划对戈恩隆的裁决提出上诉 此前他们已对审判前的概要裁决提出上诉 该裁决认定特朗普及其共同被告 应对持续且反应的欺诈行为负责 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初选即将在爱奥瓦州举行 而当地正在遭遇罕见的暴风雪袭击 期将预报显示 从12号至13号 爱奥瓦州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暴风雪警报之下 降雪厚度预计超过25厘米 同时伴随风速每小时超过64公里的阵风 而未来几天还将迎来最低零下28度的超低温 任何在室外久待的人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在距离出选不到三天的时间里 受暴风雪影响 前总统特朗普在当地的竞选活动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另一名候选人黑莉则已取消了周五当天 所有亲自出席的活动改为线上进行 加州太昊湖附近的一个度假区周四发生雪崩 而就在一天前 一场雪崩从比林的山上呼啸而下 造成另一个滑雪场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周四的雪崩发生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 度假村方面表示滑雪巡逻队使用探测器 信标和警犬队对该地区进行了搜查 没有发现人员伤亡 周三雪崩发生后 事发度假村关闭了所有缆车和步道 并于周四重新开放了部分滑道 但其标志性的缆车区域仍然关闭 据科罗拉多州雪崩信息中心称 周三在太昊湖帕里塞斯发生的死亡事件 是美国本季度发生的首例雪崩死亡事件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台湾大选前夜 国民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 举行造势活动 现场至少融入25万名支持者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表示 这一战攸关台湾未来绝对不能输 在支持者的簇拥下 侯友宜和赵少康从板桥第一运动场门口 走上舞台花了超过20分钟 侯友宜致辞时指出 他和赖清德完全不一样 这次选战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 侯友宜也表示 赖清德纵容新潮流 贪腐黑金 避案重重不公开 侯友宜走的是清廉路线 成立特征组清查避案 还给台湾清廉的政府 他也抨击赖清德喜欢抹红侯友宜和国民党 他强调会走中间路线 主张务实交流保障人权 侯友宜也表示 民众党走什么路线不清楚也不知道 但是欢迎白色力量加入 一起在关键时刻集中投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涨跌互见 但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 美股第四财报季拉开帷幕 市场正在评估摩根史丹利 与美国银行等大型银行的财报 并关注中东紧张局势的发展 美国12月的PPID与预期 发现出了通胀下行的积极信号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财经指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近日面向低收入居民的 我的健康洛杉矶计划结束 同时加州的Medical计划开始向低收入人士扩展 包括无论移民的身份 此举意在保障原本依赖 我的健康洛杉矶的居民 能够顺利过渡到Medical Medical是加州实施的一项公共健康保险计划 意在为低收入家庭 老年人 残疾人士 以及其他符合资格的群体提供医疗保障 该计划覆盖范围包括基本医疗服务 紧急护理 处方药物及长期护理等 新的政策拓展将使更多的低收入成年人 特别是无证移民得以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为协助居民顺利过渡 我的健康洛杉矶和加州医疗保健服务部举办简报会 讲解如何申请Medical以及这一转变对个人医疗保险的影响 此外还对那些从未有过医疗保险的居民提供特别的支持和指导 有专家表示 是 扩大Medical计划是我们实现全民健保的一个关键步骤 这不仅改善无保险人群的健康状况 也有助于整个社区的福祉 专家们还强调 我们期待看到这一转变如何提升洛杉矶县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 并确保没有人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 鹏王卫视 田野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